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就在大陆著名人权律师许志勇 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入狱四年之际 另外一位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人士胡佳也传遭到逮捕 记者最后一次与他通上电话的时候 他已经在警车上 胡佳是在记者对他进行电话访问时做这些表示的 今天是许志勇宣判的日子 胡佳曾于2008年因为批评中共当局 被以颠覆国家政府罪 判入狱三年半 到目前为止 中共已经拘留了至少20名 要求官员公开资产的活动人士 其中两人上周四在北京受审 另有四人将在周一受审 三名在去年12月受审的活动人士 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超过10年监禁 新唐人记者王晨光综合报道